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物科技或者生技資料會成為台灣 繼續還要大筆推動的 有充沛的未來性的一個產業 這裡面有很多工作我們有努力 第一個把它列入到六大新鮮產業裡頭 這個持續在推動 第二個我們TFDA 你這個不是做管理的 你要扶植當助產業的發展 所以未來生技是無限寬廣的天地 一般的制裁權的申請專利的申請 不要讓它塞成 還有我們食品藥物方面的益富如此 大陸這個市場超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當作很大的市場 剛才林提到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對啊我們現在還要認真找籃子 但是最大的籃子得要顧好 這次立法院通過的一個就是制裁權的保障 一個就是EFA你們都很清楚 未來我們還會談很多有關你們所關心的事 我們會進一步去談 當然也不一定說一談就成功 所以當然我們一定一步一步的希望能夠幫我們台灣的產業 除了在關稅的減免以外 我們還希望它非關稅的壁壘 能夠逐步的讓我們有比較公平的機會去進入 然後去見證 我常常講說事業要成功 三個要求 一就是遠見 你有遠見才有辦法看得遠 第二就是整合 要有整合的能力 像科技要整合 機關內部要整合 所以整合的能力要走 第三就是創建 我覺得台灣神龍是充分的具備這三個成功的條件 神龍神龍神采飛揚 俊業興隆 謝謝你們為台灣的生技製藥 開創了這樣一片 未來發展無限的好的天空 祝福大家健康愉快 心想事成 謝謝